- 歡迎收看小明星,我是陳昌,我是陳昌,我是陳昌,我是Joanne,我是上司好爸,我們今天來到了台東 我們今天要拍台東的夜市,怎麼樣?這夜市沒人拍過了吧? 大家可能都是拍零線或士林這種啊 有啦,一定有人拍啦,只是可能比較少 對,應該是比較少啦,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到台東就順便拍給大家看 也不知道什麼東西好吃 我剛有看到有幾攤好像還滿厲害的 拍很多人 我也要吃了阿伯 我也要吃鐵板麵 剛剛看到那個炭烤雞排好像很厲害 然後我剛有問旁邊這個阿伯 他剛有跟我講說台東這個夜市呢 暑假開始是3、4、5、6都有 然後平常日的話就是4、5、6 然後夜市的話大概差不多9點半左右 他們就會開始慢慢收啦 可是9點半會不會太早 我覺得應該可以到10點 對啊,台灣的夜市不是越夜越開嗎? 對啊,不知道,我們就晃晃卡吧 Let's go 我們上次都拍到12點 而且如果你想要吃什麼 他這個都標的了 我第一個想要吃這個 爆管串燒 3-100 那就3隻阿,那就3隻阿 看起來像平常 我昨天我們去拍LV 然後今天就來台東 我們暑假都是極限行程 我們暑假都是極限行程 我現在肩膀超痠的 阿米你想吃什麼? 我覺得我想要吃烤魚 那我們點個烤魚跟烤仙科怎麼樣? 好啊 我要點水果茶 我要點黃果 阿童你想吃什麼? 牛排 還有牛排 爸爸說他想要去夜市都會點 他就很開心 以前我第一次吃夜市牛排的時候 是我爸帶我去的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牛排端上來的時候 上面也有一個鐵板 我就傻傻直接就嘴巴扣上去 太笨了吧 直接彈到 黏在鐵板上面 這太笨了吧 太笨了吧 我小時候真的超笨的 他應該會冒煙才對 小時候真的很傻 真的笨笨的 我長大比較聰明 所以你現在如果覺得我很智障的話 都會離開 好 我真的有一個辣的怪物 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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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Juicy的耶 很好吃喔 很燙很燙 一吃 哇 鵝拉蒸 好 來一起來 一份鵝拉蒸 鵝拉蒸嗎沒有 沒有 直接已經煎好了喔 對 漂亮喔 效率很快喔 漂亮啦 好快喔 這樣賺錢才會怪 厲害厲害 老闆很厲害 我看到鵝拉很大顆耶 我看到鵝拉很大顆耶 很強耶 哇 鵝拉蒸這麼大顆耶 我要買火龍果汁 我喝火龍果汁是解膩 會嗎 有啊 上次我在家裡不是都打一杯給你喝 好喝嗎 好喝啊 這張看起來也滿厲害的 而且火龍果的熱量很低 那我要一杯木瓜鮮奶 他不理我 你說要一杯木瓜鮮奶 他就 沒有啦 他已經走了 那這樣 我還要一杯木瓜鮮奶 熱一下嗎 三家是一起的嗎 沒有 都是一樣的 都一樣的 OK 今天是禮拜五 台東夜市很多了 我覺得台東夜市這邊還滿乾淨的 而且它規劃還不錯 就不會像好像台北夜市比較擁擠 然後你不知道這個位置是這一攤的 還是那一攤的 好 就是他們規劃的 還不錯 你看空間還滿大 你看走路的地方也滿大 排隊也很可以 台北哪有像這種地方可以讓你走 沒有 台北都這樣子 你下夜市超緊 一百五十公分 沒有啦 你下夜市人都是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我都聞旁邊的味道 完全 如果你停下來買 完全沒辦法 後面會瞪你 對啊 你要走了沒 要走了 對啊 我上了CEK去拍 一直被後面瞪 對啊 你看 夜市在這邊 然後全年就在那邊 超近 方便 然後我們飯店就在那邊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個不是自信 就是每天的 他們好像是 他們應該要去別的地方開燈 讚耶 它居然是風魔耶 對啊 你才對還要先進 好完美喔 它這個本來就是馬路啦 所以比較乾淨 而且它這個路框還滿大的 所以你逛起來會滿舒服 它不是特別就是夜市的啊 應該是這個時間就是風街啊 對啊 老婆我們回來了 這個 對我們剛剛在全年買的 對啊 那你買18歲 請勿影響 知道嗎 要先上情語再來喝 哈囉 我來幫你同學買了一杯木瓜牛奶 這個是鵝仔煎 鵝仔煎 這個是夜市牛排 不過那這個肉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還可以啦 這可以給它吃豬肉 這樣看起來白白的 很好喝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沒有 好吃耶 這個可以撞到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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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臉太衛生了吧 哇 還包起來 很讚耶 太衛生了吧 我第一次看到夜市這麼衛生 比如台北的衛生衛生 不要比較 不要比較 我們講好的就好了 台北是有好的啦 好不好 別人說 每七年人的口味 就會在變一次 說不定我現在吃了 他會覺得醬汁 OK 好吃 嗯 它有醬料 我覺得你喜歡 它這個醬不錯 小孩會喜歡 對不對 嗯 好吃 好吃 我們晚餐就直接在夜市解決了 對 真的可以推 那桶龍咧 它的麵好吃嗎 好 我來試試它蚵仔蒸 我覺得它的皮是屬於那種脆皮的蚵仔蒸 我覺得它醬料是偏淡 但是吃起來是還滿順口的 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中間的皮很滑 它這個鐵馬麵是 有點像油麵的扁麵 魚夜市來講算還不錯耶 它肉也不錯 它這是原肉沒有泡過的 沒有泡過粉 對啊 我自己吃牛排的話 如果在外面有吃到那個泡過粉的 真的 完全不行 因為它吃起來很像果凍的 它這樣QQ彈彈 然後有點透明的那個我真的不行 可是 我覺得肉就是要吃原肉 你要像油 應該不會啦 欸 火雞肉飯耶 要不要來一碗火雞肉飯 好啊 一起吃 這邊還有火雞肉飯 來點一碗看看 欸 怎麼有這個 粉絲送的 不是啊 它那邊老闆很熱情的 送我們兩包 喔 雞肉飯 然後試吃一下 我試試看 我們來看我們的 我看 我想吃 哇 這是仙顆 OMG 超大 我們這一盤300 雞肉飯不行 沒關係 OK 沒關係 不行 我就講不行 對 哇 喔 你看 很大顆耶 超級大 這根本就是生蠔了吧 妳敢吃嗎 阿伯要烤給妳吃對不對 謝謝 哇 我們的烤魚來了 謝謝 哇 哇 哇 這真的好吃 我去湯餐的時候 我要吃個生的 對對對 妳有吃 菁姐有吃啊 陳恩現在是吃我們這一條魚 剛烤好的 你看它就在那個 很Q的感覺 這個肉 超級暖嫩的感覺 超級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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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們吃是 阿伯來烤給我們吃的 對 我哥烤的 好好吃喔 好吃 看這個肉質這麼滑潤 這個魚 雞推 雞推 這個也可以吃 真的 它烤的功夫也不錯 而且通常無鍋魚有一個土味 它這個不會 這是無鍋魚 這是無鍋魚 好 抱歉我們吃不出來 我們可以講高級一點 這個叫台灣雕 好 這顆就漏掉了 這顆漏掉 這顆比較小 雖然我們點了這些單價都不低 但是好吃 好吃就可以 最怕的就是難吃又貴 真的很好 如果夜市吃到難吃又貴 就這樣 真的有點太鹹了 我最近去看了來自欣欣的你 他說吃魚不可以翻面吃 你妹妹好聰明 好吃 吃這個燙烤就一定要配酒 餵滿18歲的請問飲酒 今天不用開車了 來喝一下 養熱多久 喝起來就像科爾比斯 我們還有什麼還沒來 都來了 都來了 他們說這個雞肉飯不OK 我們來吃吃看 這不會難吃 就是幾乎沒味道 它不是甜的嗎 非常普通的雞肉飯 OK 我們下一攤 GO 我們目前吃了七攤 都還不錯 就只有雞肉飯比較不OK 剩下都還滿好吃的 好棒 我覺得牛排有讓我意外到 牛排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沒有泡木瓜粉就給過 對啊 這邊還滿多攤的 這還有粉糖耶 很特別耶 烤鍋吧 廣東 廣東粉糖 其實它這邊也有很多店家 只是出來擺攤 它這邊整排都是店家 這邊還有水果店 這邊還有可麗餅的菜 對啊 是可麗餅嗎 這間可麗餅人超多 生意超好 那邊有全年 這邊有家樂福 你在通便嗎 這條街應該算是台東最熱鬧了吧 現在 章魚哥大丸子 好大顆 吃一顆就飽了吧 好來一顆吧 哪一顆 一顆章魚燒起司 大顆的 我以前超愛吃大樂狗 大樂狗是我小時候吃的東西 對啊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趣事 就是我小時候 然後把歐煉跟米雪糕搞混 然後我自己跑去我們村子裡面那個夜市 然後我跟他說我要歐煉 因為我想說住雪糕就歐歐嘛 應該是歐煉 然後 不是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我說 欸 老闆我要一吃歐煉 對 他就拿歐煉給我 然後我就傻眼 我吃到米雪糕 米雪糕跟歐煉不一樣喔 好不好 從此我就對歐煉恨自入骨 歐煉為什麼不是歐的 等一下 我們飯店就在這邊而已 超近 看有雞排 吃一下吃一下 辣的啊 一定要辣的啊 雞排不加辣會怎麼樣 會生氣 生氣 生氣 這讓我想起士林夜市的燙烤香雞排 要超好吃 好久沒吃 聽說現在要排更久了 因為大家去都是吃那個 那我們來試試看台東拿好不好吃 只能剛剛試吃這個大章魚燒怎麼樣 很燙 很燙 它裡面有花椰菜 蟹條 然後一隻蝦子 應該算還不錯吧 我覺得它調味就是一般的章魚燒的味道 對 但是皮可能因為大顆 太厚 對 皮就太厚了一點 還不錯啦 就是 你現在喜歡吃小顆的 對 小顆就是一口啦 對啊 那這就是吃感覺 就還滿特殊的啦 對啊 但還不難吃啦 就普通啦 可以買來嘗試看看 接下來來試吃我們台東夜市的 醬燒雞排 那雞排厚度還算不錯 然後它已經有先幫你切好了 然後這一塊是90塊 還滿貴的 那市林夜市現在是多少 應該後排 後排 雞排一定要加辣 這辣的很快 我想吃吃看 我覺得口味還不錯耶 雖然我剛剛看它烤的 好像不是用木炭 但是吃起來還是有一個炭香味 然後調味的話我覺得還滿夠味的 雖然它這個皮 吃起來是 有點厚度的感覺 但是不討厭 超不討厭 我這邊吃東西只是咬到嘴唇耶 我剛剛咬到上面 好痛 不會吃太快啊 重點是它肉夠厚 它如果是給我那種薄薄的 像學校旁邊在賣的那種雞排的話 我還是不去 我們有一次在某某夜市吃的那個 說真的我已經忘記 市林夜市是甚麼味道了 但是我記得市林夜市那時候 我吃我就覺得超好吃 驚豔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真的算好吃 對 還不錯 可是如果有來台東夜市 我覺得也可以買一下 如果你要買這個醬燒雞排的話 你一定要配飲料 因為它這個有點偏乾啦 所以這個總結來說就是 調味好吃 但是偏乾 他們姊妹說要玩麻將 冰果 又舉一百 董王丁牌了 那有沒有機會 對 好啦 沒有啊 走吧 媽咪說要吃這個 菜季小卷米粉 他說澎湖的 澎湖空運哪一台 對 真的齁 好 來一碗 媽咪想吃的 看起來不錯 董王你1717 你吸完它米粉就沒了 有不算 這個米粉差不多有200公里那麼長 可是我跟你講 我小卷吃過澎湖以後 我再也覺得其他地方不好吃 因為澎湖的小卷真的是最厲害 結果大家都喜歡吃這個耶 是怎樣 吃上塑膠 這是小卷 沒有啦 小卷裡面 這是小卷的骨頭 欸 好吃耶 來這裡的時候 可以要拌量董哥湯 因為它至少很用心在做料理 可以 我覺得它的湯頭喝起來真的還不錯 然後它這個小卷吃起來真的是 澎湖的那種Q度 然後更鮮甜 我們吃了好幾框了 試一下 那大家吃一次就好 然後這個夜市還有一點還不錯 是它中間有垃圾桶 然後這邊也有垃圾桶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來說還蠻乾淨的 剛剛媽咪吃那個小卷米粉 害我現在想吃烤魷魚 沒什麼關係 那我跟桶桶一起吃 還不錯 嗯 然後這個 雖然很好吃 但是 那醬汁有點鹹 我來了 我來了 我就說我來了 這太鹹了 要配一點飲料 我也滿18歲的請問飲酒 這個還不錯耶 看起來 聞起來好香喔 是栗汁 我還要吃 栗汁味 剛剛有遇到一個粉絲 他說他們家是在那間關山豆漿店賣豆漿 然後我就問他說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還沒關的話 我可以去捧場一下 其實我覺得今天吃的 大部分都還蠻好吃的 OK 各位 我們今天的台東夜市的行程 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分享 按讚 訂閱我 掰掰 那我們下次夜市見啦 掰掰 掰掰